拿一个龙虾 哈喽大家好,我是前辈 今天我们准备做一个美式手抓海鲜 看我准备了这么一堆材料 有一只松叶蟹 一只波兹顿龙虾 两种贝壳 鲍鱼 淡菜 土豆 大蒜 黄油 玉米 一些调味料 正式调味料是专门买的 就是手抓海鲜的调味料 还有虾 还有香肠 等一下去拿 放在黄车里了 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抓美式海鲜呢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吃海鲜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就刷抹树 看到了有个人做这个手抓美式海鲜 特别的诱人 是在纽约的一个博主 哇,这个看上去又很简单 所以我就越越浴室了 买了这么一堆材料 话不多说 我们把它全部蒸了 装不下了 送入蒸香 满满一大坛 很重 蒸苏叶线我昨天怕它死掉 然后把它提前蒸掉了 这个波士多龙虾还是活的 我刚刚把它弄死了 虾还在里面跳动 我现在把它副的配菜准备一下 它做法真的很简单 把它弄熟之后 这些调味料拌一下 调味料也要煮一下 调味料是要跟黄油一起弄的 这个黄油真的好贵 这么一块四十块 这么小的一块四十块钱 先把土豆削一下 土豆放在里面 我猜应该会很好吃 等一下你们把这个去蒸了 我在这里也不漫长的剥蒜 要大量的蒜 把蒜给捣碎 把蒜给捣碎 有这个我就清除很多 现在开始炒酱料了 黄油 这个是博主同款的 我只买到了这个 其他都没买到 黄油跟大蒜一起 黄油 忘记放冰箱了 好大一块很心疼 那个博主说黄油越多越好 227克的黄油 小火慢慢让它融化了 好香啊 这个黄油 这个是无盐黄油 小小火 小小火 一滴都不能忘记 然后把这个大蒜全部放进去 火的大蒜有点多 放入了一大堆 忘记按录制了 没拍到 里面就加了这个 这个味道闻着 不是很好闻 香料味很重 你看它有螃蟹虾 可能是可以这么用的吧 我再加一点 红甜椒粉 它应该是就是上色的 它要浮了 要浮了 关掉 我没买到柠檬黑胡椒海盐 只用了白胡椒 然后海盐 柠檬蒜粒 我的材料很多 这些可能不够 这个辣椒酱应该算是关键 它其实也能用在汉堡里面 路易斯安娜辣椒酱 放在这里 这个真的很难弄 这弄得猴年蛮越去了 我的调料已经炒好了 现在就是各种拌了 我先把这个龙虾给对半切一下 这个肉一丝 很新鲜 所以肯定是进不到里面的 这个手刀海鲜就是要在桌子上吃的 应该是那种白色的 不透明的那种桌布 但买不到 就这样 这样的话这个位置面具 面具差不多 第一批海鲜 有一点感觉 有没有 那种海鲜大厂呀 就那种锅铲 还有就是泰国夜市 你看到它很诱人的那种 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个味道 想起来 泰国有的 但是泰国很难吃那个海鲜 贼不新鲜 把点涂地淹次 看着是不是那回事啊 有些吃播 就是国外外网的那些吃播 是不是就这样子了 我经常看到刷刀 他们吃这种 美式海鲜 铺在这个桌子上 我觉得有点意思啊 太饿了 虽然说它挺简单 但是因为东西太多 处理起来很烦 还好我蒸香 一锅蒸了很多东西 我是没有吃过 你美式的那个手抓海鲜的 我不知道它原本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我吃过 我去年的时候 在那个山木白的那个 最难吃 那个我知道很多人吐槽的 对对对 那个小龙虾吐槽 最难吃山木白的 我这个味道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它那个调料 如果你打开的时候 我觉得不妙 我觉得黄油太多了 黄油在里面 你根本尝不出什么味道 就是它那个调料 香料味太重了 可能真的不适合我们 我不适合我吧 我不喜欢 但是吃起来挺好的 主要是海鲜很新鲜 够新鲜 反正我是尽可能 按照那个博主的 那些调味道去走的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但我觉得味道应该大差不差的 应该就那个味道了 这玉米好好吃啊 超甜 对了 我本来说要放香肠的 但是我觉得东西够多了 就没放 来得放 我一个龙虾 这龙虾我觉得挺大的 很划算 这龙虾 多少钱一斤买的 100一斤 100一斤 我们今天去河马看的时候 买蛤蜊 它是139 还有这个松腻血 河马是189 我反正拍了视频的 然后我买的是110 一斤 能差很多 还好我就是 安吉回宁波的时候 顺路去市场买了 调料不过可以再站在这里 调料不过 你猜为什么呢 有个调料它是海盐的 它好像没融化 我有一个跟博主买了一模一样的调味道 也是美国那边的 但是 但是那个味道我真的受不了 接受不了 你帮我那个辣椒酱 对 你帮我这个看一下 这个辣椒酱我还挺喜欢的 这辣椒酱下次做汉堡的时候也可以加 在你这也算 嗯 干嘛算这么远 这辣椒酱就是蛮好吃的 它跟那个辣椒辣椒酱也很香的 太古了一颗 一起吃吧 我可以吗 你可以 你可以 我有这个浓性吗 你给我吃快点吧 不是应该你吃吗 是一些可口诅吗 就是不太 可能不太合的口味 这土豆好软啊 好好吃 土豆坤玉米都好好吃 今天我这么长就可以上桌了 别碰了 你给我树立的什么形象 这个味道你尝一下 是不是你喜欢吃的那个 肯定不是 刚才吃了一个玉米 只能说不讨厌吧 清口啊海虹啊淡菜 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又抛出这个问题了 嗯 好吃啊 蛮顶薄的 特别 吃完这么大内消息 我们这一桌成本大概在500多碗 如果去外面买的话 肯定鲜太远了 外面买有可能没有这么鲜鲜 就是好的点 就脖的那种 好的点来不容易过 就冲烈蟹这样做一下 好兴趣 冲烈蟹之前在盐济的时候吃过 盐济还是显然我忘了 它里面有点咸 那个汤匙 很咸 有点咸 因为它没裹什么酱料的 但是吃了很咸 这玉米好好吃 挺贵的 这玉米虾多贵 两根吃几块钱 但是我 在生的时候我吃了一下 就很甜 这一条鞋子 看 这个没剪好 你看 也是能搭的差 好饱满 可可爱 可可爱爱大鞋子 你看整了一包 就从厨房拿起来 煮鱼辣椒 我下次要做我们喜欢吃的口味的 就清蒸就好了 那我们有多过清蒸就好了 在你家里 清蒸就没有那种 调料的味的感觉 这个只能说是半口味的时候 是要怎么做 正常情况下还是做清蒸 喝点小啤酒 等一下我们把电视打开 尽情的享受这个海鲜塔咖啡 我觉得这次美式的手抓海鲜 70%的成功 好了 拜拜